今天是请到李自然 我觉得关注我频道 应该那个对自然应该很熟悉 我经常是推荐自然 然后另外 其实在我们那个DentData第十集 也初见过 我先简单自我介绍一下吧 自然作为一个创业者 今年三十多岁了 我感觉自己的状态非常好 不行 我觉得还是得正能量一点 我是李自然作为一个创业者 今年三十多岁 用懂王的话说 我感觉自己的状态 比二十年之前还要好 今天我们主要大的话题 就是讲创业 然后我们毕竟DentData 也是一个相当于一个创业团队 但其实我们做的时间不长 还不到一年 但是自然在创业这一块 已经做了很久 像做那么多创业项目 你感觉是作为一个上市公司男 还是作为一个百搭UP主男 百搭和上市 其实都不是我的目标的 比如说我拍视频 其实目的很单纯 就是想给大家分享一下 我在创业过程中的一些想法 就是完全是这个 我做视频的驱动力 它的根本就在于我想 这个分享了 就是这样的一个想法 而不是说 想成为一个百搭 想成为一个很有名的人 并不是这样的想法 然后关于上市 我觉得就是把企业做好 是最关键的 如果把企业做得很好 很值得骄傲 那其实上不上市都行 但如果这两个非要比较呢 我还是觉得当百搭UP主要来 因为就是上市 我是觉得 就我现在其实不需要 做出任何的改变 比如说我就按我今天的路线 就是不断往前走 可能将来有一天就能上市 但如果是成百大这个事呢 就是我目前讲的这些话题 可能是不行了 就我如果按现在这个方式做 就是永远也成为不了 那个百大运行李一个 所以说我如果想当百大 就对我来说肯定是很难的 那就我需要从那种 到开始形式等等 可能都要重新设计才行 那这个就不在我之前的 那个路线上了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 我觉得还是当百大比较难 所以说这个当百大的任务 就交给你们 交给其他同学也做好了 说起这个我想问一下 就现在好多大学生 他毕业出来 他就会想 首先就想 我是去一个创业公司呢 还是去一个大公司 还有就是说 如果我自己有一个好的创业项目 创业点子的话 我是自己马上投入去创业呢 还是先去公司 去积一点经验 你对这个是怎么看 其实这个问题 就其实有很多人问的 其实包括有很多学生创业 我在后台也收到过 很多次这个问题 就他们是去问 是这个直接创业比较好 还是说先进大公司 另一个比较好 就我对这个问题是要看 我不认为这个出发点 是一个很正确的出发点 其实我创业这些年 我看下来 我觉得创业最重要的一个事 就是时机 就是创业的时机应该是最重要的一个事 因为你首先要考虑的 不是应该 就不应该先考虑 我就应该什么时候出来 还是应该考虑 这是不是你做这个事情 最好的一个时机 就比如说我们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这个事 就我觉得创业其实是一个需要交学费的事 就是我们看很多成功创业者 在他成功之前 其实都交了大量的学费 因为创业就和某种程度上讲和学游泳一样 就是你光想这个事该怎么干 没有用 你得下场去练 你才会 但你下场 你一旦跳到游池里面去 你往往要呛几口水 那对于这个普通家庭出身的创业者来说 你就怕这几口水一枪就枪死他 就因为在市场中 每枪一口水 你就要交大量的学费 要亏很多钱 我其实是从14年开始 就真正在上海这边创业 我实在在亏过的钱 是超过八倍数的 我指的不是说那种能赚到 但最后没赚的钱 就是说就真的是亏掉的钱 就差不多有这么多 因为我大概是15年的时候 拿到的第二笔融资 第二笔融资是金额 相对大一些 相当于是VC帮我交了一个学费 那个项目其实当时也没做成 因为我当时第一次做 各方面的能力 方向选择各种 都有很大问题 但怎么看这个事呢 就是我这时候的想法 其实是我进场 创业时期太晚了 就因为我是15年 当时是拿的投资 就是我们再往后看 16年17年18年 整个市场是越来越冷的 其实那对于我这种创业时期 当时就没有太多能调整的机会 就是你犯一次错 后面就很难再拿不到钱了 那如果我们 我如果再早几年创业 比如说我当时是12年开始创业的话 如果我做同样的事 如果我同样第一个项目都没能做成 那到后面13年14年 我还是有很大概率 能拿到第二笔钱的 因为你有了第一次创业的经历 后面就有很多时间 你可以再调方向 比如说你14年再拿一轮 15年再拿一轮 16年再拿一轮 对吧 其实我是有更大的概率 就现在已经是一家 这个在行业里比较头部的公司了 但我事后反思我这个创业时机也不是最差的 因为最起码在我最需要经验 最需要交学费的时候 还是有人帮我垫付了一笔 这个比较昂贵的这个学费 如果让我当时自己的利能力自己去垫付 那其实是那个垫付派起 那所以说也不是一个最差的时机 我以前如果什么都没做 如果我今年才开始创业的 那如果我今年才开始创业 我有今天这个水平的话 我觉得没什么问题 但如果我还是14年那个水平的话 如果还要交很多学费才行 还要抢很多水才行的话 那这个对我来说的难度就会非常大 所以说我觉得创业这个事 就是不能亏的翻不了身 你家里如果有10万块钱 你拿着10万块钱去这个创业了 那你只能亏一次 那如果你有10万块钱 你最好能把它分成5万块钱创业 这样你就有两次机会 就我觉得真正水平好的人创业 他其实不需要特别的钱 但是这个学费往往前面 都是要交的 这个我上面说的只是基于交学费这一个点 就说明其实创业和时间点 是高度相关的一个事 就其他的当然还有很多 什么时候是你创业最合适的 这个就是行业的趋势等等 你需要考虑的东西是很多的 所以说我觉得如果你是考虑 先进大公司还是直接这个创业 我觉得这不是应该首先考虑的问题 我觉得首先要考虑的 现在是不是应该你去创业的 一个最正式的时间点 如果是这个时间点 你当然可以放下所有的事 优先来做这个东西 因为你像这种机会 可能人的一生也没有几次 你真的错过了 就永远都错过了 那如果现在就不是你最恰当的时间点 那你再积累积累 当然再等一等 对吧 那关系也不是很大 那怎么判断 这个现在是不是一个合适的时机呢 这个挺复杂 就你更看重的是行业的时机 还是融资的时机 还是其他的时机 对吧 比如说作为我们 这个作为当时的我来说 我可能就是更希望能有VC 来支持我交学费干这个事的话 那比如说 这个我们往再远一点的时候 可能零零年前后 是吧 就当时是你真的是拿一个PPT 就能有很多钱的时候 那当然我也没经历过那个时候 所以我觉得更多的是 要从这个时机方面来考虑这个问题 不是从你本身 是不是准备了很充分的来考虑问题 你觉得说你准备了太充分 这个时机就错过了 那时机永远是第一位的吧 反正我的看法是这样 我不知道你们俩 对这个问题怎么看 就是或者是觉得这个创业里面 最重要的这个因素是什么东西 我个人觉得是 就是这个时机问题 我是非常赞同 就像那个之前雷军说的 猪在风口上飞 我另外一点的话 我是也是我比较好奇的 想问你的问题 就是那对于创业者本身 他的个人素质来说的话 那你觉得他有哪些 就比如说 你到底什么样的年轻人 适合创业 那我至少觉得 他可能需要比较乐观 就是说很多事情 其实同样的事情 发生了的话 你两面都可以去看 但是最终真正的那个CEO的话 他面对这些事情 因为他是兜底的人 他就必须是乐观的 就像有一篇这个文章 然后包括我的周围一些朋友 就是说当时去年 2009年 像蔚来汽车的那个李斌 他说是他是2019年最惨的人 但其实当时他公司 很多时候就是情绪在很低落的时候 只要是李斌的一再会议史出现 那大家的眼睛就开始有放光 我觉得乐观应该是所有创业的人 都具备了一个共通点吧 就因为如果你自己都不相信这个事 那其他人更不相信 而且我们创业者做的事 很多情况上 他不是说大家都觉得这个事行 你才去做 就是当一个事大家都觉得行的时候 他已经不行了 其实对吧 这个 只有你相信他行 那你去做了 这样的话 还能可能取得更大的成功吧 所以很就是很乐观 我觉得这是所有创业者的一个共通点吧 然后在我看来 还有一些共通点 比如说就是 嗯 我觉得多数创业者 我觉得都是比较有野心的人 而且就是自信心也明显比一般人要强 那这种野心和自信心 不一定是那种 那个振臂高呼的那种 或者是很鸡血那种 但你可以感受得到 这个人他是一个 就是他内心是一个非常笃定的一个人 就是你可以感受到 这个来自创业者的这种信心的吧 这我觉得这是挺重要的一个事 就是如果一个创业者 让他说话 你哽得很虚 那我觉得这种 这个往往成功的概率就会低很多 然后 但我觉得现在整个 从大环境来说 现在创业已经不是一个 具备一两个品质的问题了 其实现在整个创业就变得 就竞争越来越激烈嘛 其实在我看来 其实更多的是 你各方面可能都不能差得行 就不光是你性格上 有一个闪光点就行 而是你 就是各方面的硬实力吧 可能都不能差 成功 如果你有一两个 很明显的短板的话 可能这个事就变得不完 那前两年可还可以 但现在我是觉得 确实更做往事业一点 我非常同意你们说的 就乐观这个 还有一个呢 就是从内心的那种 自我驱动力要非常强的人 我觉得很多时候 可能创业初期 就像你写东西 或者当up主 刚开始的时候 热情是很高涨的 慢慢慢慢慢慢的 当遇到了各种各样的困难的时候 其实最后就是要 你真的是一个 自我驱动力很强 行动力很强的人 然后找到一个 让自己长期都有热情的项目 其实也挺难的 是的 就很多决策 你必须非常的坚定 因为你其实每天都能收到各种的怀疑 无论是外部观众 或者是怎么着 你自己内部的团队里头 对吧 我们创业的团队里头也都知道 其实我们之前的很多决策 就是在做的过程上 跟大家讨论过程中 都是团队内部有怀疑的 但是你作为CEO 你必须得开始就坚定 让大家先做了 做了看看下午再说 那绝大多数还算对吧 所以在这点的话 你确实需要比较坚定 还有一个问题还比较好奇 就是自然像你 你是怎么去找到 就是现在这个 感觉比较合适的合伙人呢 那因为其实很多 创业团队死去的 或者是失败的原因 都是人不行嘛 包括我看最近的 高零资本的张磊 他还不是发了一本新书吗 叫价值 他其实书里头 也写到了 就是说投资人 其实控制风险 最重要的还是看人 那其实这个风控 比财务风控更重要 那同样的 那作为CEO的话 你找合伙人也是看人吧 那像你是怎么着 逐渐找到 适合团队的这个合伙人呢 我觉得找合伙人是 觉得是非常重要吧 也是难度很高的一个事 就我觉得最关键的是 首先你要见 足够多的人才行 就有 其实我是觉得 很多找不到合伙人的人 就因为他本身 见的人就不足够多 就本身人比较宅 或者是处的那个圈子比较小 就我觉得 而且对合伙人的要求 也不宜太高 我觉得 因为一开始创业的时候 我觉得就是 这个合伙人最重要的 就是几个 一个是双方要 志同道合 大家相处 要比较舒服才行 第二个呢 是最重要的是 学习能力要强 这个当前的能力 其实是次要的 就因为 作为一个刚开始创业的人 如果你想找一个 能力特别强的人 就是那个 相当于在游戏里面 那个初始数值很高的这种人 其实不是特别现实 因为人家在那个档次上 可能不愿意理 一个刚开始创业的人 而且即便是能达成合作的话 双方能合作的条件 可能也不是一个 很对等的一个条件 那这样的条件 只如果双方不是很对等 免强拼凑起来 以后也会出很多问题 就是我们可以看到 有很多的成功的 这些企业 或者什么 其实你看他们的 这个合伙人团队 很多都是一开始的大学同学 甚至就是一个宿舍的人 那你说一个宿舍出两个天才的概率有多高呢 就我觉得 肯定不是因为这两个人本身就特别天才 而是因为这两个人本身就是比较能招的来的人 而且就是有潜力的人 然后在这个创业过程中 因为创业是对人综合能力提升特别快的一个事 然后在这个过程中 大家一起来成长 这样就可以了 然后所以说我觉得 对合伙人的要求 一定是把这个能成长能力放在第一位 当然它的基础是你们两个得合得来 对吧 没有要求呢 也没法想起我们 就拿我个人的团队来说 我是14年开始创业的 我们团队有好几个小伙伴们 都是从14年跟我到现在的 这个团队的稳定是非常重要的 但你每信念一个人 都要经过这样的 这个考验的过程才可以 就觉得想找合伙人 就是这种招聘上 有这么几个特质吧 就第一个是 他愿意把公司的事 当成自己的事做 就这不是对人的一个要求 因为我知道 你如果对一个员工这样的要求 很多人都会反感 对吧 很多现在很主流的一个论调 就是你不能拿公司当家 对吧 你不能把公司当成 是你的什么东西 这其实是一个很政治正确的一个事 但这其实是一个概率问题 因为你走势里会发现 他就是有这样的人 比如说我举一个例子 在我们公司里面 就有一个小伙伴 他本身是一个女生 他之前其实在公司里 做很多打杂一样的事 就是说八坏利 都是他做 他其实就是把公司的事 当成自己家的事来做 就甚至于公司的 有些东西坏了 比如说锁坏了什么 他会叫自己的老公 到公司来修 就是像这种人 我就觉得 就是非常好的 因为他不是说 我们对他提的任何要求 他就是这样的人 那现在就是 他也是我们的预备合伙之一 现在也在独立带一个 大概有十个人的团队 就我觉得对人的概括 就是你可以信任他的人品 但是你永远可以挑战他的能力 然后我觉得第二个要求 就是最好这个人 他是一个对金钱 有一定追求的一个人 就是我觉得 一个人如果对金钱 比较有追求 特别是那些出身不是特别好的人 他们在同级往往会比较足 其实可能我也是这种人 就我觉得一个公司里面 创始人可以更加的佛系一点 但是我觉得这个团队的成员 就是你的将士 一定不是不能是很佛系的人 就如果你的将士都特别能打 那创始人呢 你因为可能有更高的格局也好 或者是我们说 有的时候这个君子有所为 有所不为也好 那你是可以来把控公司的方向的 但如果这个很多公司 都是创始人特别想打 创始人是很很老性的人 但是团队也很活 那个团队基本上都是拿工资上班的那种心态 我觉得那样就特别容易出问题 所以我是特别喜欢用一些 对钱上还是有一定追求的人 然后这是当我使得 不是所有的员工 我使得是 对于想当合伙人培养的人来说 最好是对金钱本身 是有人这种追求的人 然后第三呢 就是还是合到我们刚才说的 就是学习的能力一定要想 因为这个初创公司 它变化很快 快速学习 在初创公司 应该是特别重要的一个事 觉得很好的这个合伙人 就其实他的这个抗压能力 或者是他的逆伤是非常需要非常高的 从我们的团队经历来看 就是说其实刚开始有这个合伙人进来说 他其实不适应他的这个工作 包括他在我们团队也没有找到自己的这个位置 就觉得因为他之前是在大公司做的 但是到我们团队是一个经常改 一个创业团队 其实就经常的很多思路 或者是很多这个要做的事情是需要变的 那其实大家的风格不是特意之 但是就是在碰到这种情况下 你到底是放弃 还是去寻求自己的这个改变 去适合团 适应团队 然后能一起共同发展 我觉得这点逆伤 我是觉得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艾玛觉得呢 我觉得还有一个补充的 就是如果这几个创始人 都是一个价值观比较一致 还有就是起码 有人是愿意做妥协的 我觉得这个也非常重要 不然的话所有的人都是意见非常强 非常主观 其实也很容易白 就里面应该是有人是愿意做妥协的 愿意做让步 然后大家的价值观很像 都是以公司 就把公司当家 就是以公司的利益放在 可能跟个人同样重要 或者更重要的位置 对 是吧 关于妥协这个事 我想补充两句 一个是在安马刚才说的 在团队里面一定是有一个 能主事的人 而且我觉得成功的团队 都有一个像精神领袖一样的一个人 因为他总是有各种难以决策的时候 需要有一个人能拍板 这个人拍的板大家都信 就可以了 就不需要特别的民主 另外一个妥协 其实我觉得 就不是说有一些人要妥协 其实我觉得成为合伙的人 是每一个人 都要有能够妥协的能力 这个妥协 主要是指在利益上面的妥协 因为人和人 他天生的就是 在衡量自己的时候 他没有那么的特别观 比如说 比如说一个团队里面 有三个人 你们这三个人一起 做成了一件事 你问这三个人 你认为你对团队的贡献有多大 第一个人可能说 我认为我的贡献有40% 他总是觉得自己的贡献更多一点 第二个人他也是觉得有40% 第三个人他还是觉得有40% 这样加起来就是120%的 其实这样的话 你比方说 这个事如果是大家分钱的话 你认为你合理的 就是拿40%了 每个人都拿40% 那不可能的 所以说当每一个人都认为自己 当一个人通常 认为这个事对我是很公平的时候 其实已经是对他非常有利的时候 大家一定要能认识到这一点才行 你觉得这个事对你很公平 一定是有人背后做出了妥协 做出了让步 你才得到了一个认为公平的结果 但这个公平其实不是真的很公平 所以说我是觉得 当你认为自己有40%的贡献的时候 你可能要打一个折 你谦虚一点 你说我的贡献可能就只有30% 当每个人都承认有30%的时候 那这个事情就会比较好做一些 就我觉得这可能是一个所有创始人 都需要的一个能力 自然说的这个其实是一个 著名的心理学的一个测试案例 就是说就假如有一个团队 有三个人 那让各自去打分 就是说你自己对这个团队的贡献 是占这个多少 那其实这基本上都是说 这个数值是要超过100%的 三个人加钱 所以就是说白了 就是说你都会高估 你自己在团队做这个贡献 前面有一个人说可遇不可求 是指的这个找合伙人这个事 但这个是我是觉得所有可遇不可求的事 都是可以把它简化成一个概率问题 就是所有可遇不可求的事 你就要多遇嘛 你只要是看的人足够多 对吧 他肯定是能转化成一个概率的问题的 还有一个我想说的是 能替创始人承担失败的人 在团队中很重要 这个其实在我们团队 已经不是这样的 就是在我们团队中 其实我是希望 这个创始人本身 或者是合伙人本身 他就是一个有担当 能承担责任的人 就比如说我如果做了一个决策 大家去做了 大家最后这个事 导致公司亏了钱或者怎么样 这是很正常的一个事 我先说我亏了8个数的钱 也不是说就一次性亏关了 其实我们一直在 因为我那些作物角色在亏险 我们去年在新年的项目 也亏了不少钱 其实这个因为我们收的还比较早 所以说损失还是得到一些控制 但最后承担责任的人 你不能说实际做事的人 要承担什么责任 那永远是真正去做决策的人 要承担这个责任的吧 就是我觉得能背锅的这个能力 对于合伙人也好 创始人也好 都是挺重要的一个事 你不能就是老想 我把战斗太好 我之前预告是收集了一个问题 然后我看还挺好的 这点我们正好先念一下吧 有些行业只要达到中上水平 赚小钱是大概率时间 就比如说做up 然后做电商校外培训等 但有些行业 你不干到顶级就得死 其实有点网络效应 但是请问自然哥 是不是同时有很多项目在跑 能否来讲一讲这个问题 我感觉问题都挺难的 我早换这个头像就好了 我后手已经早点 把这个头像拿出来 这个问题好难回答 这个怎么说呢 就是我们一句话一句话说吧 我也看到这个评论 有些行业只要达到中上水平 就是就能赚钱 那确实是这样 但是能干到中上水平 就能赚钱的行业 我觉得通常竞争也比较激烈 而且它往往显了空间 也不是特别大 而且既然说到 做到中上就能赚钱 它其实背后 是有一个隐含的含义的 它背后这个含义 也意味着你很难垄断市场 即便是你做得最好 那你可能也垄断不下来 因为你只要做到中上 这个行业就能赚钱了 那些不干的行业 前面就得死的呢 这句话当然也是一个缺点 但是我们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看 那就说明 它如果真的能做到前面的话 它就能把整个市场都垄断下来 所以说我觉得这是一个 各有利弊的一个事 就是各个行业之间的区别 确实还是蛮大的 我觉得 然后后面说 请问我是不是有很多项目在跑 确实我这边是有一些项目在跑的 首先我说一下 这是我就很怕给大家带来一些误解 因为现在主流的创业思想 就一直是讲要权力以赴做好一件事 要大家都讲 要all in 因为现在今生很激烈 大家这个潜谈词 就是你能做好一件事 就很不容易了 但大家去对权力以赴 对所谓的all in 其实每个人的理解都不一样 投资人 其实他往往希望创业者 能够真的把所有资源都all in到里面去 把所有的钱资源都投到里面去 然后进入那种放手一搏的这样的一个状态 就VC呼吁all in 其实是他们本身的筹码足够分散 比如说他们可以同时投100个项目 那你最好每一个项目都all in才好 这对于他们来说 就是哪个项目量的他们问题都不大 所以这样的 如果创业是all in 是VC最希望看到的 也对他们最有利的一个选择 但我的建议是别听他们忽悠的 就是我觉得创业最重要的是永远都不要出局 就好比打德罗福克 你只要是能留在这个牌桌上 其实你永远都有能翻盘的机会 就怕你把所有的筹码都输光了 那你就再也翻不了盘了 那我们看那些打牌的高手 他其实在网络上打牌 是可以开好几个窗口 就同时打好几副牌 也能打得还不错 但我觉得对于一个新手来说 如果你刚上桌的话 最好还是全身贯注的 就打好一手牌 但是别打得太大 打小一点 所以我的意思就是 还是要all in 但all in指的是在精力上去all in 就你所有的时间都去 投入到一个你喜欢的社长去做 但是最好在钱上面 还是留有一点东山再起的余地 这样比较好 尤其是不要影响到自己的家庭和生活 因为我们现在看市场上 我不举一个例子 市场上有很多的法派房 其实大量的法派房都是创业失败了 把自己的房子抵押出去了 那你说创业失败了 自己房子没有了 像这种all in 我觉得就有点太过了 因为创业风险真的是很大的 再好的项目也很容易把它给吹光 就我还是觉得你一定要有翻盘的机会才行 别一下子亏的翻了盘 那其实我觉得不要这么搞 然后说回我自己呢 我确实这边有很多项目在跑 有一些是我们自己做的 也有些是我们参谷的吧 那这个其实就相对更复杂一点 就为什么我可以这么做呢 一方面就是我创业的年数 相对来说更多一点 然后就团队也更成熟一点 然后几个合伙人也都比较给力一些吧 然后就是另一个就是我们各个学家务之间 互相之间也是有一些配合的吧 包括还有一些对冲的 就有些是在国内的 有些是在国外的 有一些是刚才说的那种 达到中场肺炎就能赚钱的 有一些是我们更愿意去做一些 以效博大的事 其实还是有一些这种对冲的东西的 然后我现在这一套方法论 其实现在不是特别方便公开 当然有些是因为商业保密的原因吧 另外一个主要就是因为 我还不足够成功现在 因为我现在的方法 其实很多是基于我对商业 一些很独特的理解吧 和很多主流的方法是不太一样的 就这个你要有更强的说服力才行 就是如果将来我做的更好的话 我可能会出一本书来写写 我是怎么看出了这个事 这个得等我更加成功之后 再干这个事 然后他这个问题很长 就最后一个说 我看到这个留言 就说现在这个创投偏重 投技术驱动的公司 这个问问是不是创业者 应该避开这些方向 而且问问这个是不是 技术驱动的成功率 这个远远高于商业模式 驱动的创业 就是我觉得前两年 可能还是大家愿意投技术背景的 确实更多一些 现在其实已经不是这样了 我更愿意说是大家更喜欢那些 有行业背景的创业者吧 因为就现在有比较热的几个风口 算是比如说有投消费的 做消费这是比较风口的 还有2B的 这也是一个风口吧 但现在这些风口 我觉得对这两个风口来说 这个行业技术可能都不是最重要的吧 所以我觉得成功率和你用什么驱动 是技术驱动还是别的驱动 本身并不是很有关系 就关键还是最后我们看本质的话 还是看你这个团队的能力怎么样 然后就看你做出来的产品本身怎么样吧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